導演取全力推廣3D電影 他帶著行動電影車不遠千里 走遍全台超過兩百個鄉鎮 讓偏鄉的小孩也能夠欣賞精彩的3D影像 而且他最遠還搭船去到了蘭嶼 看似普通的卡車 透過藝術家的設計 蝴蝶 魚群 甚至是鯊魚 都出現在車上 在夜晚呈現精彩的光雕秀 這是由台灣首席3D導演支撐的 取全力為偏鄉學童準備的禮物 我覺得他很酷 我也覺得他很酷 很尷尬的感覺 因為看到有比男女還要買的地方 太入口了 小朋友們口中說的就是導演取全力 精自設計打造的3D行動電影車 他全台走透透 已經走遍超過200個鄉鎮 這種車是客製化的 它沒有的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從圖紙到所有東西 買車 法規 你都要去研究 那包含最重要的是 車子上你載了那麼多 所有的電子儀器 到偏鄉到山路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電然後可能很容易 就會壞掉 所以我們在這一塊想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這輛難得的3D行動電影車 帶著精緻美麗的影像走遍全台灣 甚至是搭船到蘭嶼 我跟李安導演在國際上拿了大獎 事實上回來之後讓我有了一個省思 所以我提前跟我太太就想說 我們把我們未來的一個夢想 就是把我們的影片然後帶到偏向去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做這件事 然後我們自己就當時就賣了房子 所有東西我們就往下走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的行動電影車 不到幾分鐘就能在戶外 駕起一個小型電影院 小朋友們伸手感受驚嘆連連 覺得蠻有趣的 車子也可以看一片很誇張 但是覺得裡面沒什麼就是一台電視 要帶眼鏡 結果看到裡面什麼東西都會飛出來 經過了幾個月之後 每當你看到了孩子的反應 你看到孩子的笑容 你看到孩子學習的態度 你就會發現原來給他們看這樣的東西 在我們以為是 在平常也不過的3D的創作 可是在他們 他們覺得是珍貴的 美麗台灣3D電影行動車計畫 上山下海帶給偏向學童台灣的美